师父我分享一下 师父生日有的佛友不是给您放声吗 一个佛友看到了 观世音菩萨邀请了转提菩萨 地藏王菩萨很多菩萨来了 也邀请了天官来了 天官给佛友赐福了 师父 这真是一个反馈呀 菩萨很慈悲 其实菩萨是最慈悲的 菩萨对我们都是平等性 所以我们有时候 只有我们对不起菩萨了 菩萨真的是很慈悲 对待我们 就像很多孩子 只有孩子对不起父母亲 没有父母亲对不起孩子一样 明白了明白了 一个妈妈为一个孩子的成长 一个妈妈 那个母亲为孩子的成长 付出多少 对不对 只有母亲知道 孩子有时候不知道 等到孩子知道的时候 他就心里就无限的激动了 明白吗 是 对对对 师父 你像师父 师父 如何体会到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的爱啊 有的佛友 虽然在学佛修心 他感觉不到 观世音菩萨帮了他很多很多 师父这个问题 这就是贪心呀 因为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有贪心就不行 如果贪心是什么呢 贪心就是 但是你不自主呀 你没感觉到菩萨对你好 就像很多男人 娶了个老婆 老婆天天给他做饭 给他弄 做起衣服啊 给他生孩子啊 帮他家里料理啊 平平安安 他没感觉到这个老婆付出很多 对不对啊 其实你一旦你离开老婆一天 你看看你回到家里饭都没吃 对不对啊 道理就是这样 观世音菩萨天天保佑你平安 你没感觉到这个平安是菩萨给你保佑的 而你感觉 对 我是很平安 那这么多人在医院里的话 他没给他保佑 这么多人到医院里要死掉了 那你说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你没死啊 因为你在念经修心呀 对不对啊 对 对对对对 你看师父 明天又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了 又是普天同情了 对你明天 对呀 所以所以有有智慧的人永远有智慧 没智慧的人永远感觉这个一切 好像都是自然的 实际上它不是自然是求来的呀 有的时候平安都是来的 不这么不容易呀 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你想求个平安你都慌得不得了 谁要要求 都求菩萨保佑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对对对对 真的是说师父说这样的 现在末法时期平安是福啊 是真是这样 谢谢师父的 怎么样感受 你求一件事情求得成功了 你就感受到菩萨对你的慈悲了呀 对对对对 是 其实我们有的人 其实真的刚才讲的 菩萨帮了我们很多很多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要体会 要好好的体会 体会呀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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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永遠就是废宝 elbows 对也就是废宝